关心高雄的体育教育是否因为体育班的裁剪而受到影响 市议员黄文志在教育部门质询中除了关心体育班的裁剪标准 也要求教育局要重视教练的工作权 对此教育局答复说 今时体育班是配合体育署的政策 另一方面也会依法聘足专任运动教练 鼓励约聘教练来报考把握转正的机会 高雄市教育局配合中央计划依法要在今年8月底前 以总量管制方式将三级学校的体育班精实化 预计109学年度将减少30校32班 市议员黄文志关心高雄体育教育发展 要求教育局提出减班标准 我想主要的原因是一个闲序率的部分 国中的体育班的学生的成绩好或不好 那高中要不要接受这个学生的判断 那其实是在高中而不是在国中 那我想今年的这十几班不论是国中小 都是我想这是比较讲难听一点 就是一个背黑锅的感觉 大象的比赛全中运等等的这些成绩 和试运的成绩来做成绩和后续的衔接 以及有没有运动专任教练 大概还有他的上课的情形 大概从这四个方面我们请了学者专家 食物教学的教练进场 黄文志不满有许多体育竞赛成绩优异表现的学校 体育班也遭到裁撤 约聘教练的工作权也将不保 对此教育局长吴荣峰表示 会依法聘足专业教练 鼓励大家把握转正的机会 POWER的这些教练 那体育班今年裁掉是新生这一班 旧的譬如说国中还有两年 他还可以带两年 国小他还有一年或两年 他还可以继续带完 我觉得这个对他目前这两年是不会影响 但是我们鼓励他去考正式的 裁测体育班还是要从长计议 而且是要我觉得公开透明 而不是今年学期快开始 那突然发布这个讯息 让整个体育界 那包括这些授课的老师 那可能未来工作权都会受到影响 此外校园不试任教师 该如何认定保障学生的授教权 市议员林副宝也在教育部门 执询中表达关切 天乡的学校真的真的这么可怜吗 一定都要来收这个不试任的老师 你记得你说辅导有成效 有成效为什么都叫他牵掌 有什么他辅导有成效 你跟曾经国小都说要给他打出来 我感觉真的很矛盾 因为这个案子监察院也是很速度的关注 我们也副局长也带队去监察院 那同样这个老师也去跟监委呈请 说我们剥夺他教学的权益 所以这个事情 连监察院都在查这个案子 我们还是依照教师法的程序来处理 林副宝希望教育局针对不试任的教师处置 要有所作为 避免让有争议的老师留在校园 造成学生上课的心理压力和负面影响 记者李正道黄兰军高雄报道